虽然小鑫刚刚进入到职场没有多久 他平时喜欢研究一些有关职场经验 职场技巧的问题 但最近他总是有些惶惶恐恐 就是因为他的职管领导会有意无意的 跟他说一些与本职工作 似乎没有那么直接关联的话题 比如说某个同事怎么样 某个基层管理者如何 家里的情况咋样 等等 小鑫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他隐隐约约的感到 这很有可能是领导在套他的话 所以让他有些紧张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如果不接领导的话 小鑫认为这是在拨领导的面子 总不能领导问啥 自己都是笑而不答吧 但是又不敢轻易张口 担心祸从口出 为自己招待什么麻烦 那么当领导在套你的话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去沟通应对呢 有以下这么几个技巧 第一 叫做只讲事实 不讲评价 我们在做任何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住一点 事实是不容易引发奇异 跟反驳的 也是最不带有情感色彩 但是除此之外的任何的主观评价 他都是人有见人 智者见智 比如领导问你 今年的评优 你觉得谁比较合适 这个时候 你不能直接说小王比较合适 小李比较不错 小张比较拼命 因为无论是合适 不错 还是工作拼命 这些都属于主观评价 每个人对这些词语 以及他们对应的程度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会产生某种倾向 领导会认为 你对小王的评价是最高的 因为不错 显然比不上合适 而工作拼命 有可能只是有苦劳 但是没有功劳 那领导就会认为 你跟他的关系 可能是不一般的 此时我们应该这么说 领导 我看小王经常是周末无常加班 小李经常三更半夜的 再写文案 小张怀孕了还坚持工作 我觉得他们都挺可以的 无论是谁来说 这些行为 其实都是客观存在的 无法反驳 自然也就缺少了主观倾向 第二 在大领导面前 要多夸小领导 在小领导面前 绝口不提大领导 在大领导面前 千万不要去贬低小领导 因为你不知道 他俩的交情到底有多深 你也不知道 他俩是否有其他关系 即使他俩关系不好 那么作为下属 你把自己的功劳 让给自己的主管领导 也会让大领导 觉得你是知恩图报 可以为己所用 因此就算大领导 表扬的是你 你也要把功劳 让给小领导 比如大领导跟你说 小心啊 你最近的业绩非常不错 值得肯定 此时你要答复到 这都是王主管 对我的培养 很多我不懂业务问题 都是王主管 帮我指振点拨的 相反 在小领导面前 我们不谈大领导 如果你去谈大领导 就会让他觉得 你是在拿大领导 去压我 所以啊 如果是小领导 套关于如何评价 大领导的时候 你都应该尽量去回避 可以说 王主管 我这个层级 哪能接触到张总啊 以后呢 还得靠你多点拨我啊 第三 就是我们的家庭背景 最好是想好再说 领导呢 可能会假装关心一下 你家住哪里啊 父母都是做什么呢 这一点啊 你一定要想清楚再说 如果家境一般 最好不要随便透露你家境情况 这是因为很容易让对方摸清你的底线 你的人脉关系 但是如果你的家庭背景还不错 那一定要让领导知道你的家境背景 是不错的 是可以的 这相当于是告诉领导 你或者是你的家庭 在某个领域是有一定能量与影响力的 这也许能够让你少背很多的锅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